华尔街电视新闻为您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据报道希望美国总统川普 依靠立法对中国在美投资实施严格审查 而非以行政手段实施新的大范围的限制措施 根据彭博社报道 财政部长姆努钦与美国国家经贸委员会主任库德洛 周二出席了川普总统与共和党议员间的会议 与会的议员包括参议院多数党党编柯宁 与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主席克拉伯 彭博社援引匿名人士的话说 姆努钦与库德洛在会面时计划称赞柯宁起草的法案 足以对中国投资进行严格限制 财政部一位发言人周二表示 支持通过立法对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投资设限 是财政部长姆努钦的当务之急 柯宁旨在改革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法案 扩大了出于国家安全考量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查的范围 白宫在今年早些时候对该法案表示支持 国会重参两院都在推动改革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法案 然而有人对姆努钦的做法表示批评 这些批评人士说 新的有关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立法 不足以代替白宫 针对于中国的贸易争端 正在考虑实施的投资限制 以上是蒋洋洋为您播报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